這個是習近平的賀電 二零二一九月二十六 這是西元嘛 對 那這個朱立倫的復電是一百一十 掛呼二零二一九月二十六 其實你要不要加一個什麼令和 就把它加上去 我覺得這個虧國民黨 沒有沒有意思 沒有道理 那我們請問我們今年的CPTPP 要申請加入 我們用什麼名義 台澎清 蔡英文總統上任之後 我們每年都派代表特使 到APEC參加會議 領袖會議用是什麼名義 Chinese台北 如果按照民進黨最高標準 最高規格 這通通都是矮化國家 矮化主權的作為 不是嗎 所以我要講 代表我們沒有所謂的聚蹤 或是台北 你說跟究底原因是什麼嗎 就是中國打壓 為什麼您不敢對中國講話 那您為什麼不敢對中國 你罵民進黨幹什麼 不是 你罵民進黨會讓你成長嗎 會讓你捍衛中華民國嗎 你罵國民黨會讓我們的邦交國增加嗎 至少讓全民知道 至少讓全民知道誰在跟中國 連應外合嘛 好啦不用抹紅了 我只要講 如果剛才有仔細聽我的話 我就說了 你說那個韓文沒有民國 我說實在不是100分 古兵里長 我就說了 我是用中華民國的字 到哪裡都看得到 CPP看得到 APEC看得到 我們跟美國建交都看得到 很好 現實上我們有困難 現在是統一 沒有條件 獨立 沒有本錢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只能在 這個夾縫中求生存 謀取我們國家最大的利益 就這樣子國民黨絕對不會卑躬屈膝 國民黨幾十年來告訴我們大家 他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 他最偉大的貢獻 就是建立中華民國 但是現在這七十幾年來 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公開表明 而且實際行動就是要消滅中華民國 是不是 是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錯 就是這麼一個國家 全世界救他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國共產黨 這叫不共在天之仇 結果你跟他 謀為國家謀統一 我請問你 什麼叫為國家謀統一 他不是說為中國 他說為國家 意思是說 我們港國 對不對 為國家謀統一 你中國國民黨 真的 你的祖魂不見 你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 結果你現在 這樣子 跟一個要消滅中華民國 沒來演去 我必須要講去年 3月7號 江啟成當選黨主席 習近平沒有給他喝電 為什麼 因為江啟成 他們認為 因為江啟成曾經對九二共識提出質疑 所以習近平不給他電 我覺得其實 難道朱立倫要去跟江啟成說 你看我有電報 你沒有 我比你厲害 我搞得到習近平的電報 你沒有 我比你強 是這樣嗎 我覺得沒有電報 反而是對朱立倫是加分 因為表示 你不受中國的所指使 我是我自己操不擔獨立的看法 跟我自己的一個 對九二共識的一個觀點 跟你習近平不一樣 你現在拿到這個電票 反而坐實了 你比江啟成還不如 江啟成還敢堅持自己的看法 吳敦義還敢談到一中各表 結果你都不敢 所以我覺得他說要走 親美有日合中 合中有可能 親美有日我覺得不可能 我覺得朱立倫接下來就去北京了 現在朱立倫跟習近平 都需要一個主席會 朱立倫要展現出 你看我可以見到習近平 習近平現在天下為衷 他需要朱立倫的溫暖 而且當朱立倫在他面前罵 這次只是電函上罵民進黨 所以朱立倫會變成改變 中國形象的推手 當然 工具 他會讓習近平 因為他明年中共二十大 習近平準備要接班 可是他現在不接班 他的對台工作 十年一事無成 除了一個馬錫會做了什麼 朱立倫這時候到北京 當著習近平的面罵民進黨 罵蔡英文 習近平還爽壞啊 而且表示我這個是由國民黨背書 由國民黨的主席背書 由朱立倫背書 晚間十點 敬請鎖定 朱知道了